在俄罗斯之前,我最担心的就是足球流氓所引起的骚乱问题,两年前的法国欧洲杯,俄罗斯与英国足球流氓爆发了不少冲突,当时,很多球迷就开始对俄罗斯世界杯的治安问题忧心忡忡了。 今年上半年,因为间谍案,俄罗斯与英国的外交关系交舞,一度见把弩章,这也为俄罗斯世界杯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令人吃惊的是,整个世界杯期间,俄罗斯的组织工作卓有成效,没有爆发任何球迷氾乱事件。 当然,在法国宇克罗地亚的决赛现场,出现了四名球迷冲进场内的不和谐音符,这几名球迷迅速被安保人员制服,并没有导致是太扩大。 这充其量只能算是世界杯安保工作中的一个小插曲,不可以否认,因为,外交方面的原因,世界杯组委会给予英国球迷的球票数量并不多,这有效减少了英俄足球流氓发生争端的可能性。 在范玛拉举行的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对阵瑞典,这一场比赛,国际足连几位英格兰球迷,提供了2500张球票。 从概率上来说,与比利是分在同一小组的英格兰,获得小组第二的机会非常大,这样一场焦点之战,国际足连没有理由不为英格兰球迷预留下充足的球票。 如无意外,这一场原本极有可能是德国与英格兰的巅峰对话,未免冠军德国对小组意外翻车,成就了同组对手瑞典,德国的意外出局以及分配给英格兰球迷的球票数量有限,直,皆导致这场比赛球票滞销,出现了大量控作。 即便如此,国际足连也没有为英格兰球迷提供更多便利,那些进入国际足连黑名单的英格兰球迷则早早就被排斥在俄罗斯世界杯的门外。 因为外交关系处于非常时期,英格兰方面也并不鼓励球迷们前往俄罗斯现场观看世界杯,除了英格兰与比利时的小组焦点对话,其他有三师军团参加的比赛,英格兰球迷声势并不大,至于网界世界杯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然,俄罗斯世界杯这需紧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组织者做足了功课。 金银报道过多叶世界杯的老金告诉我,俄罗斯世界杯的安保,可谓是上最严,球场安保级别甚至高于机场的安检,比基本电脑,小钱包都需要人工手锏,而手机则需要点亮屏幕,尤其是胜必得保体育场,安检时间非常长。 巴西与哥斯达尼加的小组赛正在这个球场举行,因为安检流行繁琐,比赛开始后,还有不少球迷在球场入口处等候进行安检,安检不仅体现在球场之上,所有的世界杯举办城市都如林大敌,很多宾馆都有专门的安检设备,供球员们下榻的国际足能官方酒店检查更是严苛,没有世界杯官方证件, 休想昏水摸鱼,各支国家队的训练基地已然,过往世界杯,国家队训练基地,是记者们采访的重镇,毕竟绝大多数前往报道世界杯的记者,都不是国际足连持人记者,他们并没有机会前往赛场或,这发布会进行采访,球队的公开训练,几乎是他们与巨星们临距离的唯一途径, 以往,记者们经常可以在球队驻地有很多意外收获,一些老记者很乐意分享他们之前世界杯,在球队驻地采访的范佩希,博艾腾等球星的故事,当然,这里面也不乏投机取巧者,一些记者会混到球迷当中,像球星们所聊签名,合影,在某些特殊时期, 特别记者甚至在合影基础上编造假专榜,一笑大方,俄罗斯世界杯,则完全杜绝了记者,球迷与球星们临距离结束的机会,对于球迷们来说,失去了找球星签名,合影的机会,他们多少会感到遗憾。 不过,对于世界杯组织者来说,这样的措施,能够最大程度保护球员们的安全,通过上述种种措施,俄罗斯世界杯变成了一届和平的盛会,前俄罗斯国家队主教练,也是前山东鲁能队主帅鲍里斯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对于俄罗斯世界杯的组织工作不必赞誉, 他已经进入了冒点之年,以教练人的身份,观摩过多届世界杯,在我看来,这届世界杯的组织工作,应该是历史最好了,我做出这样的评价,并不是出于一个莫斯科人的角度,而是从足球角度来说,我去过多届世界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出色的组织工作。 不过,鲍里斯说,鲍里斯同时表示,考虑到莫斯科球迷群体在俄抄比赛中经常发生事端,这样的结果更是令人非一所思。 他透露,在俄抄中,莫斯科迪纳摩的球迷经常与中央陆军的球迷发生摩擦,球迷骚乱时又发生,但在世界杯这一更大的舞台上,各国球迷能够相拉无视,很多人甚至地结下了友谊,对此。 鲍里斯连称惊讶,那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怀念这届世界杯了,俄罗斯的组织工作可以打99分,唯一的不足就是决赛中出现的球迷入琴球场事件。 但是,瑕不掩于俄罗斯世界杯的组织工作,将成为一种饭饭。